你好 我是老胡 欢迎大家来到老胡的油管研究院的频道 大家都知道YouTube上面有大量的英文教学片子 而这些教学片子 由于你的英文不灵光 你没办法看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这些片子加了字幕的话 你就能够看 你想 他加的英文字幕我也看不懂 别担心 我今天教你一招 把这些通通拿下 这个功能是YouTube本身自带的功能 就是字幕的自动翻译功能 怎么玩 我现在就给你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视频 英文的视频 那么我点击设置 发现它是有字幕的 字幕有英文和英文的自动生成 字幕可以自动生成 但是对不起 现在对中文还没有自动生成的功能 居然连韩文都可以 英文 法文 葡萄牙文 这些都可以 但是中文还不行 我估计中国人的腔调比较特别 自动识别相当困难一些 它这个是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 英语自动生成这个字幕 是他上传这个视频的时候 YouTube自动就给他生成了一个字幕文件 因为它识别 它的语言是英文 那第二个 这个英语 这就是这个作者自己上传的一个外挂字幕文件 所以你这个地方就看到了两个字幕的文件 当然如果你实在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把这两个版本下载下来进行对照 发现虽然这个英文自动生成的字幕有相当的准确度 但是它的断句往往不太理想 所以要把一个视频做的高质量 还是要人工去加字幕文件 好 像这种情况 有两个字幕文件的话 我肯定会选作者自己上传的字幕文件 我就选择英语 注意了 我一旦选择了英语之后 再点击这个字幕 注意了 看到底下出现了一个自动翻译这个选项 我这个时候点它 注意看 世界上主要的语种 都在自动翻译之列 那么我往下拖 就看到有中文简体 中文繁体 比如说我们选择中文 好 你看到了中文字幕出来了 注意哦 这个中文是自动翻译出来的 根据这个作者上传的那个英文的字幕文件 它自动给你翻译成一个中文的版本 好 你这个时候再点击播放 看到了 相当的准确 你有了那个作者上传的那个原版的 英文的那个字幕文件 它这个谷歌翻译就可以给你翻译出一个相当不错的中文的字幕文件 当然你想把它翻译成繁体的中文 也没有问题 你就在这个地方选择自动翻译 然后选择繁体中文 这个时候你看它自动就变成繁体 你播放下面的字幕就全是繁体的了 这个翻译的质量还是相当的高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我给你举的例子 它的视频的字幕文件是个英文的 你一旦有了一个语种 你可以翻译成取它的任何的语种 我给你看的是用英文翻译成中文简体和中文繁体 其实如果你这个字幕文件是个阿拉伯语的 你照样可以把它翻译成英语中文或者西班牙语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只要有一个语言的版本的字幕 你就可以自动翻译成它所支持的那么将近100种语言 所以冲金以后在YouTube上面 你只要看见一个视频是有字幕的 你才不管它是俄语还是阿拉伯语 你直接就打开这个字幕 然后选择自动翻译成中文 你就可以照看不误 八九不离十 这个应用场景是无限多的 我在开篇给大家提到了教学视频 在YouTube上面大量的优质的教学视频都配了字幕 所以你下次就再也不要讲 它这个教学篇是英文的 我看不懂 你就用这招就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的了 这招厉害吧 好 接下来我就给你讲点好玩的 很多人讲 我的英文不咋的 我只有用中文来做节目 但是我发现呢 有的老外也跑到我对你的留言 是怎么回事 你要是懂得刚才我讲的这个基本道理 你就不会感觉到奇怪 你只要给你的视频加了中文的字幕 老外就会选择这个自动翻译 把它翻译成他的语种去观看 怎么玩 我现在就来给你举个例子 大家看到我们的老朋友澳洲丹尼 我用他的视频来举个例子 他是用中文做节目 你看他这个视频 我把他的字幕打开 他加了字幕文件 所以你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字幕一 因为我刚才讲了中文暂时不支持 自动生成字幕 所以对于我们中文的内容制作者 你一定要自己上传一个字幕文件 所以刚才前面那个例子 你看到有两个字幕文件 一个是自动生成 另外一个是作者上传的 在丹尼这个视频里头 他这期视频是加了字幕的 那么只是他自己上传的 我们点开就能够看到 你看丹尼上传了一个中文繁体的字幕文件 中文就没有自动生成 这个选项在这里头 这个地方我把他的这个字幕文件打开 打开字幕文件之后 我再点击他 然后这个时候自动翻译 这个选项就出现了 好 我再点击自动翻译 然后我们在目标语种里面来找英语 英语 英语在外 英语 好 他的字幕就自动翻译成了英语 我们来看看丹尼的英语怎么样 大家知道在澳洲啊 有钱人的标配是什么吗 驴牌包 不是 酒神包 不是 Sanel钱包 不是 在澳洲有钱人的标配 那就是 生姜 大家看到没有 刚才这个自动翻译还是很高级的 对吧 连那些名牌 他都能够识别起来 你看看通过这一招丹尼的视频 就可能有很多的国际友人观看了 只要在那个语言的下拉菜单里头 所列出的任何一个语言 他们都可以轻松愉快的观看丹尼的 这一个北京话的节目 那么再讲一遍 非常遗憾 中文现在不支持自动生成字幕文件 这样一个功能 将来某一天 YouTube一定会推出自动生成中文的 这样一个字幕的功能 到那天的话 由于它自动生成了 有了一个字幕文件 然后它就会自动翻译成其他的所有的语种 等到这个功能实现了的话 可能你就没有必要给你的视频 刻意的去做中文字幕了 我们希望那一天早点来到 好了 最后我要强调一点是 这个自动翻译的功能 在我的苹果手机上是没有的 我不知道安卓的手机上面 有没有这个功能 我今天给你演示的是在PCG上面的 好了 最后总结一下 YouTube上面的视频 只要你有一个字幕文件 是你主动上传的 或者是它自动识别的 你都可以依据这个文件 随意的在线实时的生成 你所选择的目标 与种的翻译字幕 这功能非常强大 希望你从今天就开始使用起来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